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中五的课题里面 神经系统眼疾的部分 大家同学要留意一下 有关除了近视、软视之外 还有一个青光眼 在你们的课程纲要里面有提到 在Syllabus有提到 还有内分泌系统里面 调控对比神经系统方面 大家同学留意一下 去到生态系统里面 特别要留意生态系统的淡循环 因为淡循环有关MC题目 已经考了两年 长答题一路一路都没有考到 虽然现在文憑市里面 Combined Science他们是不需要的 但是把励词的同学 纯把的同学要留意 接着再下去就是有关遗传学 遗传学里面 大家同学不要忘记了 所以我拍了头两段短片 都是讲怎样做推论的 因为差不多一年都会考的了 遗传学的部分 那么推论法 再加上那个Evolution 进化里面 大家同学要掌握一下 进化的讲解 比如如何形成一个生物种的部分 这个大家同学要留意了 还有到最后每一年 考评局都强调的 会有大概两至三题 实验式的题目 实验式题目里面 那些字变项 应变项 控制变项 independent variable dependent variable control the variable assumption 假设 假设 那些要怎样去写呢 再加上NOS的课题 大家同学要留意一下 好,最后文章式短答题 给三条题目大家同学 第一,细胞膜构造和物质进出 第二,就是体内平衡里面和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的一个比较 是人体的部分 第三,就是传染病 如何去传染 以及途径 以及如何控制 好了,希望大家同学 准备得好些 考过好成绩